把握第一时间拥有美好一天 这里是辽宁卫视正在为您直播的早新闻第一时间 我是包雷 今天是2021年1月30号 星期六农历腊月十八 在您收看新闻的同时 我们的主播陈天也会在两大新媒体平台同步直播 搜索第一时间或者是辽室第一时间 欢迎您来参与互动 1月29号省十三届人大五次会议 在辽宁人民会堂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 本次大会的执行主席是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 郑青向大会做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工作报告 李承林向大会做辽宁省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 省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 从六个方面回顾了过去一年的工作 坚持党的全面领导 确保人大工作正确政治方向 有效运用法制力量为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保驾护航 充分发挥主导作用 立法质量和效率不断提高 坚持问题导向监督时效进一步增强 尊重代表主体地位 代表工作持续深化 适应新任务新要求 自身建设切实加强 一年来 省人大常委会创造性地做好立法监督等工作 制定省本级地方性法规9件 专项清理43件次 其中修改39件次 废纸4件 审查批准社区的事法规和决定43件 自制线单行条例和决定6件 听取审议专项工作报告19项 开展执法检查10次 专题调研30次 专题询问2次 视察一次 做出决定决议10项 依法任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95人 省13届人大三次会议确定的27件代表议案 629件代表建议全部半截 各项工作取得了新进展新成效 孙毅说 做好新时代地方人大工作 一定要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统领人大工作 一定要坚持党对人大工作的全面领导 一定要坚持围绕全省工作大局谋划和开展工作 一定要坚持在提高工作滞效上聚焦发力 以人大工作新突破 助力辽宁振兴新突破 孙毅说 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是实施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的开局之年 省人大常委会将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 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 增强四个意识 坚定四个自信 做到两个维护 坚持党的领导 人民当家做主 依法治国有机统一 准确把握新发展阶段 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 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 围绕贯彻省委十二届十四次十五次全会 继省委经济工作会议精神 服务全省大局 依法履职尽责 进一步开创人大工作和建设新局面 一要坚持党的领导有新加强 二要着力推进立法质量和效率有新提升 三要着力推进监督工作有新突破 四要着力推进代表工作有新成效 五要着力推进自身建设有新气象 郑青在报告中从六个方面 回顾了2020年省高级人民法院的主要工作 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 牢牢把握正确政治方向 坚持服务保障振兴发展大局 充分彰显司法担当作为 坚持公正文明善意司法 全面提升审判质量效率和司法公信力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聚焦司法为民各项措施的落实 坚持持续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和信息化建设 大力推进审判体系和审判能力现代化 坚持全面从严治党 从严治愿 从严管理 着力建设过硬法院队伍 全省法院全年审结案件 1046137件 结案率同比上升1.31个百分点 其中省法院审结案件 15988件 结案率同比上升4.15个百分点 2020年全省法院整体工作进入全国法院第一方阵 2021年 全省法院将奋进十四五坐时开局年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导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 全面落实中央政法工作会议 全国高级法院院长会议和全省政法工作会议精神 围绕政法工作走在全国前列目标要求 紧扣高质量发展主题 更加注重系统观念 法治思维强击导向 坚持公正司法 司法为民工作主线 全面提升审判质量 效率和司法公信力 在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中 充分发挥司法职能作用 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为推动实现新时代辽宁全面振兴 全方位振兴 形成振兴发展的生动画面和宏大场景 提供有力的司法服务和保障 狠抓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学习贯彻 狠抓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 狠抓执法办案第一要务 狠抓一战式服务平台建设 狠抓过硬队伍建设 李承林在报告中从五个方面 回顾了2020年省人民检察院的主要工作 一是精准对接辽宁振兴发展所需 加强检查服务保障 二是持续强化法律监督效能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三是清理办好检查未民实事 增强群众法治获得感 四是始终坚持党的绝对领导 推进过硬队伍建设 五是自觉接受监督制约 确保检查权在阳光下行驶 2021年 全省检察机关将坚持 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深入践行习近平法治思想 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 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 全面落实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 中央政法工作会议 及第十五次全国检查工作会议精神 按照省委十二届十四次十五次全会 及省委政法工作会议部署 不断提升四大检查 十大业务法律监督效能 在扎实践行新发展理念的 生动画面和宏大场景中 体现检查作为 贡献检查力量 一是深入学习践行习近平法治思想 不断提升法律监督能力 二是全力以赴维护安全稳定 助推平安辽宁建设 三是强化监督维护司法公正 加强对刑事立案 侦查审判活动监督 进一步提升案件滞效 保证刑法依法正确执行 四是加大力度优化营商环境 依法惩治侵犯知识产权犯罪 激励保护创新创业 深入贯彻少补 慎速慎压政策 平等保护民营企业合法权益 坚决防止以刑事手段 插手民事纠纷 全力打造法治化营商环境的 检查升级版 五是办好检查未民实事 改善司法感受 坚持做到群众信访 渐渐有回复 六是坚持从严主基调 加强队伍建设 切实提高司法公信力 和人民群众满意度 本台报道 1月29号下午 省十三届人大五次会议主席团 举行第二次会议 张国清主持会议 会议听取了关于 各代表团对良宁省人民政府工作报告 审议情况 和对良宁省2020年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 与2021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的报告 良宁省2020年预算执行情况 和2021年预算草案的报告 审查情况的汇报 会议听取了关于良宁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第14个五年规划 和2035年远景目标刚要草案 审查情况的汇报 会议听取了关于良宁省第13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主任副主任 委员和良宁省高级人民法院 院长候选人建议人选名单的说明 并通过了候选人名单 1月29日晚 省13届人大五次会议主席团举行常务主席会议 张国清主持会议 会议听取了关于良宁省人民政府工作报告 修改情况的说明 听取了关于良宁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第14个五年规划 和2035年远景目标刚要草案 修改情况的说明 听取了关于良宁省第13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五次会议代表提出议案处理意见的报告 1月29日上午 省政协12届四次会议 在辽宁人民会堂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 进行大会发言 本次大会的执行主席是 夏德仁 周波 戴玉林 刚瑞 李小安 武宪华 将军 赵延庆 许波 高科 大会秘书长李树铭 省委副书记省长刘宁出席会议 副省长陈向群 江有为 王大伟 王明玉 郝春荣出席会议 大会由省政协副主席武宪华主持 温雪琼 戴荣 王大明 莲嘉明 周伟山 爱华 张明 畅鹤旗 于龙 宁桂林 张一斌 朱云 严巧玲 李孟竹 江建立 康杰 陈金玉等17位委员 分别代表各民主党派省委 省工商联 省政协界别组 市政协和个人先后发言 大家围绕深度开发原字号 推动我省石化产业链向高端发展 依托科技创新 推动能源化工与钢铁产业融合发展 加快数字农业建设 培育农业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加速航空产业腾飞 加快融入双循环新发展格局 加快推进实施产业链长制 有效集聚各类创新要素赋能科技型中小企业加快发展 加快推进区域综合性国家实验室建设 促进沈阳都市圈物流一体化发展 以湾区一体化为突破口 增强龙头带动促进双隔联动 加快推进西斥朝锦陆海通道建设 以制度集成创新 引领我省自贸区建设 加强我省山水林田胡草系统治理战略规划 完善重大疫情防控救治体系 提高公共卫生服务能力 把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到战略层面 强化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 十四五期间持续实施减贫战略等方面建言献策 会议共收到大会发言材料100篇 会议指出 委员们紧紧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和中共十九大十九届二中 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 围绕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东北辽宁振兴发展的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 贯彻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即省委十二届十四次十五次全会 即省委经济工作会议精神 就事关我省十四五开局起步 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大问题 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 提出了很多有价值的意见建议 为党委和政府科学民主决策 提供了有益参考 本台报道 1月29号晚 省政协举行十二届三十三次主席会议 省政协主席夏德仁主持会议 省委副书记 省政协党组书记周波出席 会议听取了各组讨论常委会工作报告 和关于常委会工作报告的决议草案 省政协十二届四次会议政治决议草案 提案工作情况的报告 和关于提案工作情况的报告的决议草案 人事选举事项等情况的汇报 听取了提案审查情况的汇报 审议了提案审查情况的报告草案 审议通过了省政协十二届 十三次常委会议有关事项 1月29号晚上参加省政协十二届四次会议 的省政协委员分组讨论了 辽宁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 远景目标钢要草案 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工作报告 和辽宁省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 讨论中委员们踊跃发言 大家认为 十四五规划钢要草案 立足维护国家五大安全战略定位 聚焦补齐四个短板 扎实做好六项重点工作 为我省经济社会发展 汇就了蓝图 吹响了号角 是我省实现全面振兴 全方位振兴新突破的行动纲领 委员们积极建言献策 坚持创新驱动发展 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着力建设数次辽宁 制造强省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成为热议的焦点 委员们表示 将认真履职尽责 推动各项举措落到实处 委员们一致认为 过去的一年 全省法院和检察院系统 牢牢把握正确政治方向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聚焦司法为民各项措施落实 充分彰显司法担当作为 全面提升审判质量效率和司法公信力 大力推进审判体系和审判能力现代化 着力建设过硬队伍 为保障我省振兴发展大局 提供了坚实的司法保障 新的一年 希望能在更高起点上 奋力推动全省法院和检察院工作 实现高质量发展 为新时代辽宁全面振兴 全方位振兴 和十四五开局起步 提供良好法治环境 本台报道 截至1月29号9时 省十三届人大五次会议大会秘书处议案组 共收到代表议案四十件 内容涉及辽宁经济社会发展 和保障改善民生等一些重点领域 来自沈阳装备制造行业的 省人大代表赵进 近一年来通过调研走访 向本次大会提交了 关于加快完善科技管理机制 以接绑挂帅激发科技创新活力的建议 通过科技体制的改革和创新 能够把我们辽宁省装备制造业 存在的一些关键核心技术 或者卡绊的问题 通过科技创新的手段 来能够尽快地填补我们省内 或者是国内的空白 在40件代表议案中 监察司法类4件 财政经济类4件 农业与农村类9件 教育科学文化卫生方面12件 环境资源城乡建设方面2件 社会建设方面9件 同时大会还收到代表建议 批评和意见共528件 为推动代表议案建议更好的落实落地 省委党群系统 省人大各专门委员会 义府 义委两院的20多家承办单位 密切配合 通力协作 及时确定承办单位 截至目前 大部分的代表议案建议 都已经确定了承办单位 其他的议案建议呢 在相关部门协商后 再确定承办单位 下一步 我们将会同有关部门 加强跟踪督办 确保这些建议落到实处 为推动辽宁振兴发展 做出积极贡献 本台报道 两会云访谈 今天我们要在线上视频采访的 第一位省人大代表 是朝阳市建平县小唐镇 新城村党总支书记李凤雷 作为返乡创业的80后 李凤雷敢想 敢拼 敢干 他是创业的带头人 也是村民致富的领路人 更是大伙心目当中的凤雷小子 作为基层代表 李凤雷也走上了代表通道 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 其最大的共同特点 就是产业振兴 发展产业项目 作为一个基层的党支部书记 下一个五年 我们要发展本村的特色产业 找到适合自己的产业项目 不断提高村籍集体经济收入 李代表您好 刚刚您也是一直在线 我们又重温了一下 您在代表通道上的采访 就像您说的 不管是脱贫支付 还是乡村振兴都离不开四个字 就是产业发展 我们新城村现在的特色产业 是很丰富 我看有裸地青椒 还有俄罗斯小番茄 各种各样的果蔬 年产能达到一百多万斤 能够实现现在这样的成绩 非常不容易 所以我想问您的第一个问题 就是您用了多久 用了什么样的方式 带领我们的乡亲们 实现发展产业脱贫支付 我们发展社农业和果树种植业 用了十年的时间 从整个脱贫空间的角度 带领建党立卡户 平安户脱贫 用了五年的时间 我们采取因养则养 因重则重的方式 每个人发展适合自己不同的产业 根据自己不同的技术 去发展他自身的项目 好 非常感谢李代表 接受我们的线上采访 也期待我们新城村的村民 腰包越来越古 日子过得越来越好 今天我们要在线上进行 视频连线的第二位省人的代表 是辽宁顺通机械科技有限公司 董事长张兆熙 不论是振兴老工业基地 还是发展扶贫帮困 在张兆熙代表身上 都彰显了榜样的力量 那么在今年的两会通道上 张兆熙代表 也就科技创新这个话题 接受了我们前方记者的采访 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民营经济 和中小企业的发展 近年来出台了一系列鼓励政策 极大的激发了广大民营企业 盖世创业的积极性 我们民营企业家责任重大 使命光荣 要把科技创新 作为引领企业发展的第一动力 发挥企业主体作用 不断地加大产品创新 提高产品科技含量和副价值 增强产品在国际 国内市场的竞争力 张代表您好 我看到了今年您和其他代表 是联名提出了 关于加快制定 辽宁省科技创新条例的议案 那么作为一名 民营制造业的企业家代表 您觉得从哪些方面 我们去来引导企业的经营者 拓宽自己的视野 加大投入 解决科研经费 投入不足的问题呢 要注重政策扶持 发挥政策导向作用 发挥好政府投入资金的引导力 用逐用好国家科技政策 积极争取项目资金 加大财政投入力 要帮助企业拓款 科技资金投入之渠道 形成多元化投资主体 建立稳定的科技创新 投入保障机制 感谢张代表 在参会的休息时间 接受我们的线上采访 也期待我们辽宁能够涌现出 越来越多 坚守实业 做精主业 以创新驱动续航 高质量发展的民营企业 接下来我们要连线的是 省政协委员 辽商总会副会长 普齐集团董事长 刘齐 现在刘委员的视频信号 已经接到了融媒体中心 刘委员 您好 我在您的提案当中看到 您提出辽宁高端装备 制造业的产业发展 要紧密结合客户和市场的需求 这方面您有什么样的建议 要充分发挥 政府协调统合的作用 为我们辽宁的高端制造业 认真的收集信息 这个信息 我觉得目前我们辽宁的高端装备 很多企业 不具备来收集全球 甚至全国的信息的能力 但是目前我们国内 以及我们省内有很多研究院 具备这个能力 我觉得应该由政府来协调 和研究院一起配合 为我们高端装备企业 收集国内国外的这些相对讯息 企业的声明线就是在市场 所以我觉得辽宁的高端装备 要有充分的市场意识 然后有风险意识 感谢刘委员接受我们的线上采访 接下来我们要视频连线的是 省政协委员 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党组书记 局长史凤友 现在视频信号已经切到了 融媒体中心 石委员您好 我看到了一组数据 十三五期间 辽宁市场主体准入 增长了50.12% 那么这样的一个数字 是不是能从一个侧面 说明良宁营商环境的 不断的好转 那么在便利市场准入这方面 请您为我们解读 由于我们高度重视 营商环境的建设 激发了市场主体的活力 主要是围绕着企业准入的便利化 还有降低企业进入的制度性成本 推进改革 下放审批项目 优化审批 使企业开办时间 由改革前的22天 压缩到两天以内 企业准入的门槛 记忆不降低 感谢市委员 接受我们的视频连线采访 我们也期待 辽宁的市场主体发展 越来越好 因为这背后折射出的 就是辽宁营商环境 优化的成果 感谢关注 两会云访谈 第一时间正在直播 在您收看新闻的同时 我们又会在两大新媒体平台 同步直播 搜索第一时间 或者是辽市第一时间 欢迎您来参与互动 第一时间稍后关注 CBA常规赛 辽宁南来122比109 击败江苏肯迪亚 史阳鞭炮燃放区域和地点公布 来看看都有哪些地方 有啥具体要求 我国将为海外中国公民 在当地接种新冠疫苗 隔离并不是不动的代名词 近日河北石家庄有网友 拍下了这样一段视频 在一小区 有女子在楼下练功 有时候还会做出空翻动作 五次轻盈十分优美 视频拍摄者介绍说 居民现在还不能出小区 但是可以在小区内进行社外活动 自己也是偶然拍下了这一段视频 觉得对方十分厉害 只要善于发现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闪光点 河北苍州一男子 也让网友们隔屏感受到了他的才艺 视频中 男子用一支圆桌笔和一张填字格纸 完成了一幅摆军图 看似随意的画圈 却是三两笔 就勾勒出了马的身体和尾巴 甚至连棕毛都根根分明 随意击笔 骏马就越染指上 就是不知道这才艺 是不是上学那会儿在课本上练的呢 近日四川绵羊的马师傅也露了一手 他趁着天气好 带着自己做的巨大风筝 来到河边放飞 只见一条巨龙 栩栩如生地在天空中翱翔 不少市民都来围观 据马师傅介绍 这个风筝长105米 耗时三个半又完成 需要在一些人的帮助下 才能成功放飞 除了上天 飞龙落地 这气势估计也小不了 近日美国阿什维尔一男子 在家中打别时 门外来了一位特别的观众 视频中男子背对大门 专注直播 突然 门外出现一只黑熊 他一度站起身 朝屋内张望 男子开始以为是邻居 转身去开门 才发现是黑熊 他平静地赶走黑熊 还不忘拿手机拍张照片 对黑熊来说 没有吃喝的派对 不参加也罢 蜡月里来忙过年 新冠病毒来捣乱 看不见摸不着 咋不饭 听我俩给您 唠一遍 逛大集 戴口罩 保持距离很重要 鸡鸭鱼肉没少买 回家洗手 预防最有效 室内外 村里边 环境卫生要搞好 门把手 遥控器 手机 桌椅和玩具 灶台马桶和农具 经常擦洗 三姑四舅 二大娘 唠嗑麻将 别招忙 生活的小酒啥事都有 咱就别跟病毒抢这一口 喜事缓 丧事简 各种宴会 行别办 脸肉咳嗽还恶心 我得赶紧去抓药 刚强人 别拉硬 发烧你得先报告 延误病情 多遭罪 门个大事更崩溃 新丑牛年 转眼道 牛转乾坤 数钞票 这些理想都挺好 能不能实现 还得往自己身上瞧 只要人人守好门 病毒还能往哪儿跑 对 把病毒赶出宇宙尽头 今年春运1月28号启动 为期40天 春运首日全国预计发送旅客 1991万人次 其中铁路预计发送400万人次 道路1500万人次 水路37万人次 民航54万人次 全国高速公路预计流量 2849万辆 同比降风明显 本月29号12点47分 我国在九泉卫星发射中心 用长征4号饼运载火箭 成功将摇杆31号02组卫星 发射升空 卫星进入预定轨道 卫星主要用于 开展电磁环境探测 及相关技术实验 上午部29号表示 2020年我国国内消费稳步复苏 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39.2万亿元 下降3.9% 降幅较上半年收窄7.5个百分点 最终消费占GDP比重 达到54.3% 消费仍然是 经济稳定运行的压仓石 近日教育部发布提醒 疫情中高风险等级地区 必须停止一切线下校外培训活动 校外培训不得一次性收取 或变相收取时间 跨度超过三个月的费用 形成退费困难隐患等 美国东南部佐治亚州 一家禽肉加工厂 28号发生液弹泄漏事故 造成至少6人死亡 9人受伤 禽肉加工厂没有发生爆炸 一旦泄露原因正在调查中 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第一时间 在您收看新闻的同时 我们也会在两大新媒体平台 同步直播 搜索第一时间 或者是聊事第一时间 欢迎您来参与互动 北京时间7点01分 那我们再来了解一下 详细的天气情况 把下面的时间交给陈天 好的 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的天气情况 这几天全省的天气变化 可以说是跌宕起伏 前几天的降雪与寒流 带来了10度以上的降温 就在今天早晨 温度又回升15度左右 现在的室外温度是零下10度 而昨天同一时间是零下26度 那明天全省的气温将继续升高10度左右 绝大多数地区明天的最高气温会来到0度以上 而后天呢 这个气温又会像坐过山车式的急转直下 又降低10度 还好这两天没有雨雪 各位一定要时刻来关注天气的变化 来增减一物 我们具体来看一下今天全省的天气 今天白天到夜间 全省晴有时多云 最高气温大连地区是0度到4度 丹东 锦州 朝阳 葫芦岛地区是零下6度到零下1度 其他地区是零下10度到零下7度 最低气温 辅顺地区及西风是零下23度到零下21度 大连市区 金浦新区 旅顺 长海是零下5度到零下2度 其他地区是零下19度到零下10度 风力方面呢 今天全省都会刮北风或者是东北风 风力在4级左右 七一小万千 用心记录来看各式气象观察员发来的照片 首先来看张武的旭日东升 照片拍摄于张武县高山台森林公园 登上山顶 太阳正在从东方地平面上冉冉升起 冰封的柳河在阳光的照射下宛如洁白的哈达 飘动在苍茫的大地上 山山村里的鸟鸟升起的炊烟 预示着又开启了美好的一天 再来看沈阳的梦幻冬季 昨天清晨的零下27度的气温给人带来的寒意 让沈阳瞬间从五九回到了三九 这突如其来的降温和近期浑河大坝开闸放水 使得流水底层水温和空气温度产生了高反差 让鸟岛附近的河面上形成慢慢的蒸汽 生活在这里的大雁们有的在水中栖息游异 有的则翱翔天空 构成一幅只有在冬季才会出现的 大家看梦幻生态美景图 下一张是本夕的快乐童年 进入五九雪后的第一天 中午阳光明媚温度回升 旺溪公园里的一个山坡上 一群放寒假的孩子在玩爬里 东北的孩子就是勇敢 他们一个个娴熟地操纵着各色爬里 快速安全 你来我往上上下下翻来覆去 也不言其凡 欢声笑语打破了寒冬寂静的山野 公园里的一些散步溜弯的老人 驻足观望 看他们笑眯眯地望着 眼里充满了回忆 不知道是否想起了家里儿孙淘气的样子 还是想起自己小时候甜蜜的时光 其实东北的雪虽然给交通造成了麻烦 却有时给人们增添了无尽的欢乐 最后来看盘景的冰河西照 傍晚时分的辽和大桥上 只见天空云层加厚 落日在云层中穿行 突破云层后便光芒四射 染红了西方的一片天 远处高楼 错落的景致勾勒出天际线 雪天一色 剪影如画 金光闪耀的落霞余晖 掉落在辽和岸边的几块晶莹的冰面上 闪耀出梦幻的金色霞光 丽影 好似金色光盘从天而降 又如湿如画 给冬天增添了多目的光彩 好 气象万千 用心记录 明天咱们接着说 现在再来看一下 沈阳现在的实时天气 现在的室外温度是零下10度 PM2.5指数是33 空气质量是凉 今天是一个多云的天气 零下8到零下15度 北风3到4级转 2到3级 明天多云 2到零下12度 后天多云 晴转多云 零下10到零下21度 好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 全省各地具体的天气情况 沈阳 沈阳多云 零下8到零下15度 大连晴转多云 4到零下2度 安山晴 零下7到零下13度 辅顺 辅顺晴转多云 零下7到零下21度 本溪多云 零下8到零下14度 丹东晴 零下1到零下13度 锦州晴 零下4到零下13度 银口晴 零下7到零下14度 复心晴转多云 零下9到零下17度 辅阳晴转多云 零下7到零下14度 铁岭多云 零下9到零下16度 朝阳晴 零下4到零下14度 盘景晴 零下6到零下14度 葫芦岛晴转多云 零下4到零下14度 沈阳多云 零下8到零下15度 聊天完天气 咱们新闻多角度解读另一面 近日呢 在河北石家庄的正定县 医务人员齐欣欣 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 昨天呢 CBA常规赛 辽宁对阵江苏 辽宁南篮 以13分的优势 战胜江苏南篮 上半场辽宁仅领先对手5分 下半场他们通过防守 单节竞胜15分 就此确定比分优势 但在末节 江苏队一度掀起反扑 凭借黄荣旗的连续三季三分命中 一度将分差缩小到各为数 辽宁南篮精准定位 让赵继伟和郭艾伦这对双子星 凭借良好的状态和自身实力 合力砍下51分 15次助攻 9个篮板的数据 最终以182比109取胜 第三季有一段时间 确实通过防守的变化 调动大家积极性 确实那一段拉开了比分 但是上半场还值得总结 确实从思想上 从情绪上 都需要全方位的控制 因为作为一个成熟的球队 你有更高的目标 就必须完善各方面的不足 第一时间记者崔西红 梁霄报道 我们再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 北京时间1月29号 CBA常规赛继续开打 辽宁南篮122比109 击败江苏肯迪亚 赵继伟上半场就展示出了 非常劲爆的状态 多次帮助球队打进关键球 本场比赵继伟全场交出19分 7次助攻4个篮板的数据 再次展现出自己的投射能力 再加上组织进攻 和梳理球权分配 本身就是赵继伟最为擅长的事情 下面场的郭艾伦找到状态 赵继伟主动让出球权和战术地位 基本上能凭借自身的嗅觉找到队友 进一步帮助辽聂南篮 创造比赛主动权 此外辽宁队新外援的动向也有了进展 辽宁队已经和前北空队外援福格达成协议 目前正在进行办理签证等复杂的手续 福格若能成功加入辽宁南篮 辽宁南篮的整体实力将有一个新的提升 第一时间记者崔西红 金莫南报道 1月29号沈阳市召开2021年春节期间 烟花爆竹安全管理工作新闻发布会 就全市2021年春节期间 烟花爆竹的安全管理政策及有关情况 介绍情况 今年是沈阳市实行禁售禁放政策后的第一个春节 根据沈阳市烟花爆竹安全管理规定 自2020年3月1号起 沈阳市禁止区域内禁止经营 储存运输和燃放烟花爆竹 经市人民政府批准的重要节日 重大庆典活动除外 禁止区域为沈阳市三环绕城高速公路 环线以内区域 寒绕城高速公路 大东区四环路以内行政区域 浑南区沈丹高速公路以西 四环路以内的行政区域 沈北新区京哈高速公路以西 四环路以内的行政区域 对违法燃放烟花爆竹的处罚 在禁止区域和地点违法燃放烟花爆竹 或者以危害公共安全和人身财产安全的方式 燃放烟花爆竹的 由公安机关处100元以上500元以下的罚款 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 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 情节严重的 依法由公安机关给予行政拘留 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广大市民可以通过110-12350举报投诉非法违法行为 也可拨打沈阳市公安局治安管理局举报电话 024-2350-5499 公安机关将对查实的群众举报线索 当事人予以奖励 鞭炮少放年货可以多买啊 近期呢商务部会同中央网信办公信部 市场监管总局 消费者保护协会等单位 举办2021全国网上年货节等促销活动 大量就地过年的消费者通过线上购物 为家乡的老人继续年货 在就地过年的背景下 最近各地的异地订单量激增 大数据显示近30天 年货节的整体搜索热度 环比上涨了556% 接下来咱们温故知心说股论金 今天呢我们继续来看看 古人是如何写年终总结的 有一种总结不畏工作不畏交代 有时啊不过是一种情绪的抒发 唐朝诗人孟浩然在唐全宗开元十六年的冬天 就写了这样一首诗 有点失落有点怨恨 但是诗的基底仍然是才华 能有施展空间的希望 每到岁目年终 古人呢也要写年终总结 回首这一年的酸甜苦辣 抒发内心的起伏变化 唐代著名的山水田园派诗人孟浩然 曾经写过一首诗 岁目归南山 可以看作呀是他在40岁这一年 为自己写的年终总结 诗呢是这样写的 北阙修上书 南山归壁炉 不才明主气 多病故人书 白发催年老 清阳逼碎除 永怀仇不媚 松月夜窗须 有研究者考证呢 这首诗大概写在唐玄宗开元十六年 公元七百二十八年 这一年冬天呢 40岁的孟浩然入长安应举 结果考试失利 孟浩然心情低落 决意返回故乡 这首诗就是当时辛勤的写照 岁目当然指的就是年终岁尾 南山呢指的是孟浩然的老家 湖北襄阳城南 岁目归南山 说通俗点呢 就是年末回老家的意思 北阙修上书中的北阙 指的是坐落在皇宫北面的望楼 那里呢是臣子等候皇帝召见 或者等候皇帝上书的地方 这句北阙修上书 有点愤愤不平的意思 也体现出呢 孟浩然极度失落 充满怨恨的心态 想当年孟浩然维闻三十载 闭门江汉阴满腹经轮颇有失明 还得到了王维张九龄等有识之士的赏识 本以为自己呢可以试图畅达 不想名落孙山 这真是又怨又恼 南山归壁炉 这句呢几乎就是气话 那既然考不中 干脆卷起铺盖打包回老家吧 这两句呢比较委婉 实际上呢是话里有话 表面上是说呢 本人无才 使得皇上不需要我了 我自己身体也不大好 我这个样子呢 搞得老朋友也慢慢的疏远我了 这显然是在发牢骚 以自怨自艾的形式啊 发泄心中的不满 白发催年老 青阳逼碎除 这两句呢还是表达心里的不爽 孟浩然觉得呀 自己白发增多 日渐憔悴 就连严冬之后 即将到来的春日交阳 也好像跟他过不去 有点新春逼走旧年的意思 这种糟糕的心情 搞得他愁苦不堪 心情极差 彻夜难免 所以到了夜晚呢 月光从松林间透进窗来 更让他感到苦闷寂寞 总而言之吧 这篇年终总结很悲催 通篇写的都是怀才不遇 年华虚度 壮志难愁 有个传说 说当年呢 王维曾经邀请孟浩然入官署 使得孟浩然有幸见到了唐玄宗 据传说呢 唐玄宗向孟浩然要一首诗 孟浩然就背诵了这首诗 当听到不才民主器这一句的时候 唐玄宗大为不悦 说了一句话说 轻不求是 而朕未尝弃轻 奈何乌我 于是下令 不得任用孟浩然做官 你看多可惜 仅凭皇帝一时的好恶 就足以改变一个文人的一生 孟浩然的这种遭遇 在封建帝制时代 有着典型的意义 可以说那一年孟浩然是不幸的 而如今呢 我们能够读到这首诗 却是有幸的 跨越千年 我们依然能够感受到 诗人的志气 才情 以及浊然文采 周末生活秀 我们来秀平凡人的幸福生活 因为疫情啊 这两年观众求求的老也老了 一直都没有出去旅游 只好是翻开2013年去海南的老照片 回忆那个时候的快乐 还好珍藏在记忆中的美好 可以时常回望 在什么季节啊 就爱什么风景 冬季自然独爱雪 观众荷兰霞从小就生长在东北 对雪呢 是情有独钟 满天飞舞的雪花 晶莹剔透 雪后洁白明镜的世界 似乎能够掩盖所有的烦恼 我喜欢冬天的雪 不仅因为下雪时的风情万种 更因为落雪后的宁静志愿 每当年关 北镇的观众 武娜总能够想起儿时 对过年的期盼 那个时候有新衣服穿 有糖果吃 有烟花放 那个就给儿子挑套喜庆的拜年服吧 提前的小秀一下 也愿人宝在新的一年平安健康 开心快乐 我们的观众红灰是一个80后 童年的记忆里啊 一定少不了一件 妈妈牌毛衣 小的时候呢 家里每个人穿的毛衣毛裤 都是妈妈一针一线亲手织的 真是温暖又幸福 那这么多年过去了 60多岁的妈妈依然是记得织毛衣的技巧 依然知道平整漂亮 真的是感谢妈妈对我的爱 照片定格精彩瞬间 视频记录日常幸福 欢迎您参与周末生活秀 您可以关注第一时间公众号 发送生活秀加图片和您享受的话 也可以发送到我们的生活秀邮箱 我们期待您的参与 接下来让我们来关注来自昨天下午 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的消息 发言人赵立坚表示 中方将为海外中国公民在当地接种新冠疫苗 特别是中国产新冠疫苗提供协助 新冠疫情发生以来 党和政府一直牵挂着 每位海外中国公民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疫苗是防控战胜疫情的有力武器 目前中国疫苗已经在一些国家获准使用 其中阿联酋 塞尔维亚等国 已经将当地中国公民纳入接种中国产疫苗的计划 我们将继续与有关国家加强沟通 在严格遵守住在国法律法规 充分尊重中国公民个人意愿的前提下 为海外中国公民在当地接种疫苗 特别是中国产疫苗提供协助 维护好海外同胞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 28号上午首批将近200万剂 中国科兴公司生产的新冠疫苗 运抵智利首都圣地亚哥 智利总统皮涅拉 智利卫生部长帕里斯及中国驻智利大使馆 临时代办周一前往机场迎接这批疫苗 本月20号智利公国卫生研究院批准了中国科兴公司生产的新冠疫苗 在智利的紧急使用许可 智利总统皮涅拉在机场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智利天主教大学的临床试验证明 科兴疫苗对于60岁以上人群也安全有效 智利卫生部已决定将该疫苗的应用范围从18岁至59岁人群 扩展到全部18岁以上人群 皮涅拉说 第二批近200万剂科兴疫苗将于本周末运抵智利 智利将于2月启动大规模接种计划 皮涅拉本人和帕里斯计划于2月中旬接种科兴疫苗 周一再接受记者采访者表示 相信中国疫苗将为智利抗击新冠疫情做出贡献 愿继续推进两国疫苗合作 保护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推动共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 东京奥组委28号与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举行了视频会议 东京奥组委主席孙锡朗会后告诉记者 巴赫重申了对东京奥运会的全力支持 在与每个人交流并且询问关于举办奥运会的想法后 巴赫告诉我们 没有任何人对奥运会提出疑问和持反对态度 每个人都希望东京奥运会成功举办 孙锡朗同时透露 巴赫希望日本政府能够尽快实施疫苗接种计划 但他仍坚持认为 接种疫苗不是运动员能否参加奥运会的先决条件 东京奥组委首席执行官伍腾米郎也在记者会上表示 不会将接种疫苗作为举办奥运会的前提 这是巴赫连续第二天公开表达对东京奥运会 如期举行的决心 在前一天国际奥委会执委会会议后的发布会上 巴赫表示 除了在今年夏天举行之外 东京奥运会没有其他的可能 1月29号24时 也就是今天零时 国内成品油价迎来小幅上调 气柴油每吨上调75元和70元 折合92号汽油0号柴油每升均上调0.06元 给您算了一笔账 按照一般家用汽车油箱50升的容量估计 加满一箱92号汽油将多花3块钱 本轮调价之后 我国国内成品油迎来6连涨 创出了5年来的连涨记录 接下来认识一位民间高手 在黑龙江的加木斯 65岁的中学保安李志 在操场上制作了巨幅的雪画 相当的壮观 他不需要打草稿 只用脚步和铁锹当两尺 就制作出了百米长的巨型抗疫宣传画 李志已经连续做了三年 而且都是他一个人完成的 我们的操场是一百多米长 三十多米块 都是割布凉的 没有童子 割脑袋四几碗以后 割布凉 割桥凉 就这么穿着的 今天就三年了 我一八年来 我以前本身就出师 这个就是爱好 就是给学校的时候出过黑板板 以黑板板的形式改变过来的 对对对对 完学以后一共两天做了这个画 这个当时我们校长后高峰了 整体就是我们校长体验 我就按这个题目创造抗疫这个画 这代意的抗疫作品真的是不错 为您点赞 愿疫情阴霾早日散去 我们都一起来迎接春暖花胎 近日湖南的一位主人 在煮狗粮的时候 不慎点燃了狗窝 消防员赶紧来将火扑灭 之后呢 狗狗的举动超级暖心 我们一起来看看 灭火的过程中 狗狗着急的四处打转 几次想要上前帮忙 灭火结束后 狗狗一次来到每位消防员身边 紧贴着消防员的腿撒娇握手 表示感谢 万万万千千个心愿 穿越人海为见你一面 他的谢谢消防员叔叔 祝福气了波澜 他的谢谢消防员叔叔 对 随着冷空气的短暂停歇 这两天张家界武陵园景区 雨过天晴 天子山出现了东日云海 微微壮观 同时怀化红江市前城镇也出现了大雾的天气 雾中的前阳古城有一种烟雨江南的感觉 26号清晨 天子山所到沿线还是浓雾笼罩 大量云雾弥漫在山间缠绕在齐峰峻岭之间 赫龙公园则被此起彼伏的云雾点缀 或流动或静谧 山峰若隐若现 像栩栩展开的山水画卷波澜壮阔 跟随无人机的视角随波逐流 天子山更显巍峨挺拔 灯山则一云山 光海则一云海 我是第一次到武陵园来 这个美景确实是人间难得 未来一周张家界武陵园景区 以低温烟雨天气为主 出现云海的概率也会大大增加 同时近日湖南怀化洪江市前城镇出现大雾天气 雾中的前阳古城若眼若现 给了一种朦胧之美 整座古城放眼望去 有了一种烟雨江南的感觉 穿过薄雾 原水朦胧的样子 渐渐摘下面纱 全部暴露出来 江面上流动的雾气 让远处的横跨原江的前城铁路桥 更加具有美感 从空中俯瞰 江流 山川 薄雾 组成了一幅中国画 原有望去 整座城市像人间仙境一般 让人叹为观止 下面能了解更多省内新闻 一起来看今天的百秒辽宁 1月29号 全球领先的半导体供应商 SK海立市 与大连市政府正式签署合作备忘录 双方将携手合作 共同推进SK海立市 对英特尔大连芯片厂的收购 以及后续在大连的新投资项目 日前安钢股份收到中国石油物资有限公司 发来的中标通知书 21万吨中俄东线天然气管道工程南段 永庆至上海用X80M管性钢 这是安钢集团拿下的单个项目钢材标的量 最大的一单 近日总投资5.9亿元建筑面积达5.5万平方米的盘锦钻井生活广场正式开业 钻井生活广场由钻井农贸市场升级改造而成 是辽和油田矿区及盘锦市居民菜篮色商品的主工厂所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 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包雷 第一时间明天见了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